当年陆寒和杨天真解约后,一直没在签约新的经纪公司,大家都十分关心他接下来的工作安排。 近日有网友爆料,陆寒将和李彬彬的公司合宋签约。 作为见面里,陆寒将会和赵丽颖合作出演春日宴,不过一番由赵丽颖担任,陆寒只刹二番,两人还会合作拍摄《八杀》杂志封面。 对此原本在合宋旗下的陈学东对此十分不满,合约到期后很有可能不会续约。 今年的经纪奖看似没什么交集的陆寒和李彬彬一起走红毯,活动结束后两人迅速互关,当时就有人猜测陆寒和李彬彬有合作,春日宴是有名的大IP,合宋拥有的其他资源也是有目共睹。 签约对口碑热度大跌的陆寒来说百利而无一害,只不过同是回国发展的队友,吴亦凡在青三型的四番大战中,完胜杨子拿下一番,陆寒却只能给赵丽颖当二番,两人现在的差距实在是有点大。